HELLO 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主要來講解一下 這個禮拜聖放鬆裡面有去提到過的角色上修 因為那個角色上修的部分嘛 那官方還是那個官方網站 就用一個公告的方法來去呈現 所以這邊的話就有去特別去抓了一堆角色出來 然後就是慢慢的去做一下那個介紹 然後就是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這一次那個角色上修的部分 就是那個上修的什麼能力 或者就是講什麼角色 好吧 那事不理事的話 那就這邊先開始咯 那首先第一隻角色就是貝德手槍 那這次的貝德手槍就是那個 有去強化到超少雷澤L回血M 然後再去疊了一個火力殺手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看起來那個植歐的部分強化了不少 那特別就是火力殺手 火力殺手那個也是比較翻用的一個殺手啦 畢竟就是只要那個敵人在一半血以上的話 就是面對著什麼敵人都是會有那個額外的傷害 然後本身就是有這個炮擊型 所以那個他那個火力殺手目前看上去的話就是放在主被動 所以他那個友情劑的部分就是會有這個火力殺手的效果 然後那個 這一次那個友情劑就是從原先就是養個暴擊 就是會換成十字暴擊的 那暴擊的部分就是那個跟高差暴擊的威力也是一樣 所以理論上的話十字暴擊的威力都是一模一樣 那再加上這個炮擊型的關係的話 其實那個看上去那個威力真的也是給的蠻足夠的 嗯 這邊的話其實啊十字暴擊啦 我這邊也是做了一點點的一個小小的設計來去跟大家講解一下啦 對啊 那基本上他這個十字暴擊跟這個高差的暴擊最大的差別就是在哪邊呢 因為這邊高差暴擊的話 先假設如果黃的輪廓就是那個角色在燈中間的話 那基本上高差暴擊就只有那個在黃的一個水平線吧 那才可以去有兩個那個暴擊那個甩到那隻黃的判定上面去 那這個所以啦高差暴擊的威力或者他的判定的部分 嗯 理論上是很適到位置 但是那個十字暴擊就是那個 他站的位置會比那個高差暴擊多了一點 對 他只要那個有去站在黃的上下兩邊的話 其實就可以去打出這個兩排的傷害吧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會蠻吃到這個傷害判定的啦 所以這個也是那個特別去抓了一張圖出來的 然後就是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啦 對啊 他去換成這個十字暴擊以後 那基本上翻回就是會變大 然後那個也是會換到這個拋擊型的關係 再去搭配著火力殺手的話 就是應該會變得更好用 會變得更好用 或者就是一個半炮台型的角色 就沒有 嗯 就那個 我覺得就只有跟友情機的部分 都可以去給得到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增益 那目前這個人區的關卡的話 那應該 目前來看就應該也是跟往常的差不多 因為那個 他也沒有去新增那個被弄上去啦 然後他就只有去打這個火力殺手 跟這個友情機去上舊了一下 嗯 對 所以那個這一隻角色吧 那目前來看的話就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的話 第二隻角色吧 那第二隻角色就是洛洛 那這一次這個角色的強化 就真的有點比較明顯了 對 嗯 他首先就是這個毒殺手 毒殺手就是換成這個毒殺手M 然後同一時間他的這個在放在這個聯繫技能的部分 友情機征服M 那這個 嗯 他這個倍率的對疊部分 有點那個小小的誇張 因為他本來這個毒殺手嘛 就是1.5倍嘛 所以他去換成這個毒殺手M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火屬性的炮台型角色 火屬性的炮台型角色 然後那個SX本來那個機制嘛 也是就得到一個蠻不錯的配搭 就是那個停止後就是移動到這個最初碰到敵人的位置 所以 嗯 就是一個炮台的概念啦 對啊 他SX強化的部分的話 目前看起來就應該就是倍率的部分 因為他就只有那個倍率可以看得出 所以 嗯 這隻角色看起來的話 那個就真的是換到一個炮台型角色的定位 因為他之前其實我都覺得他的定位有點怪怪的 對 那目前那個去新增了這些 友情機征服或者毒殺手M上去的話 那這一點下來的話就是蠻看得出來了 然後第三隻 啊 第三隻真的 第三隻這個這門 對 這個要講一下 對 好吧 他這邊的話 5個被動 然後他在那個巨人的部分 就是那個有去新增了反移轉幣 跟SX的縮減 那這個 新增了反移轉幣的問題可大了 因為那個 目前啦 這個火屬性的 掃雷者跟反移轉幣 角色數量其實真的也是比較偏少 所以 那個 所以他現在去補一隻無刻進角色的話 無刻進的暴絕角色其實也是挺賺的 然後 嗯 大家可能就是對於這個仙境吧 就是應該會有點了解吧 那這個掃雷者L跟這個反移轉幣 那就是目前這個 最新的暴絕那個有去 有去那個 亂入的EX的一個對應 所以換言之 那個 這一隻角色吧 那就是那個 EX的一個無刻進角色 而且那個 很好用 對 他有這個回復 跟異強狀態回復 然後那個 陷阱都有去對應的到 所以 那個 如果啦 就是沒有角色的話 那這一隻 那個 就是會 理在無刻進角色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比較優秀的選項 所以 嗯 這一隻角色的強度就是 直接在一關很難 或者就是 要求角色的關卡裡面 直接補了一隻無刻進角色上去 然後接下來的話 其實那個 火屬性角色啦 都沒什麼好講 都是一些四星跟一些無刻進角色 所以這邊的話 就換到水屬性 水屬性的話 先講一下這個 霧影柴狀吧 他這邊的話 其實啊 這個 這個超反風 這個從風墨M 就是換到這個風墨L 對 他就強化了兩個東西 在被動組合的部分 那一個方面 就是殺手的倍率的維持 殺手倍率的一個倍率吧 就是上丘了 然後第二個 就是那個超反風 就是一個加速度 一個加攻機的概念 嗯 只不過這一個 呵呵 這一個 也不是什麼大看點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 SS 部分的切換 那 嗯 它這個也是代表著 它也是那個 走去這個炮台型角色的一個路線吧 看起來的話 那個 自身的速度與力量提升 然後就是會展開這個友情佛幽砲 因為基本上它那個冠殺雷射啦 那個 雙重冠殺雷射 EL 本來範圍就很大 然後再去開啟這個友情佛幽砲的話 它那個範圍就是會變得更大 所以那個 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一隻比較妥的炮台型角色 那只不過還是有個很大的短腿 就是雷射護罩 所以 我在這一點來看的話 目前還是有所保留 因為我目前還是對這招友情劇有所保留啦 但是那個 呃 確實 那個 比以前更好用的話 呃 倒是真的 因為那個角色定位也是有點小小 小小奇怪啦 畢竟那個雷射護罩消失 那個目前真的沒什麼用 而且說實在 我覺得有雷射護罩的話 都不會去用到那個有雷射的友情劑 然後你要去看SSU讓它消失的話 就是有點那個本末倒置啦 對啊 所以 呃 它要去換成這個佛幽砲 佛幽砲倒是OK的 然後那個 呃 先講一下前面的 前面的寇布大師 呃 剛剛那個 剛剛去看Number 我是滑到後面去好吧 那寇布大師 那這一次就是超反重力護罩 呃 那個從反重力護罩就新增了超反重力護罩 然後那個 呃 呃 在一個被動部分就有去新增了反移轉幣 那目前這個水屬性的反移轉幣的數量還是偏少 而且就是往著這個合作角色去靠攏 所以這個也是小蘇那個有反移轉幣的本家角色 然後那個反重力護罩嘛 也是之前一個不少的短腿 那這邊那個去換到這個超反重力護罩以後 它這個速度啦 它速度其實真的是一個滿大的短腿啦 畢竟就只有300多速度 所以那個去換到那個 呃 超反重力護罩 就是可以去獲得到速度的提升以後 那就應該會比較好用 然後那個 有情機的部分就是那個長橫斬刃 就是換到這個超強的版本 那基本上也是威力部分的提升啦 而且它這個富有情機是安屬性 所以那個 呃 它的威力上面的強化可能沒有大家想這麼強 對 它就真的只是那個 讓那個有情機去追一下那個版本 因為它強化的是富有情機啦 所以那個 這個倒是不能想得這麼好 然後SS的部分它有去說強化 那這邊的話 它的強化就是會比較有全面 到底就是它那個 自強化那邊去強化 還是它追擊的部分去強化 因為其實它目前 它目前那個 嗯 追擊的部分啦 都是有點那個掉落版本啦 所以 這邊的話 如果它真的要強化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希望就是去強化到 它後續一個追擊的部分 可能就是跟派上用場之類的 嗯 接下來的 啊 水控 水控 這個 水屬性的角色 它其實那個米希拉也是開始去強化這個轟爵啦 那轟爵的話就是那個 它這邊看一下 對 它就是有去新增了有情機增幅L 有情機增幅L 是2.5倍 然後再去那個 在巨人的部分吧 有去追加了一個反版塊 它這邊的話 其實看起來的話 感覺好像有點乖乖的 它的描述有點乖乖的 我目前這邊 我的理解吧 因為它有分號 它有分號 所以它應該 所以它這一個 它這一個應該是 巨人式反版塊的部分 它會去把那個傷害B去換到那個 主被動上面去 因為它上面 它上面這個就有點那個寫得乖乖的 因為如果它上面是這樣寫的話 其實它就應該要去加分號 就是那個 然後來去形容那個是巨人 那這個的話 其實那個 首先 一定要你去疊到極緣 然後這個有情機增幅L 對 那個 周增的是放個2.5倍 所以它那個 有情機的傷害 就是應該會變得比較可觀 然後它這個中距離這個 貫通毒框39的話 就是方便那個 方便角色去上毒 那目前這個角色以後 這個角色被動吧 也是可以探出來講一講的 因為目前反上少雷 然後這個反版塊 三版被動 那個隨屬性的角色 數量也是偏少 然後這個陷阱吧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那個目前六代火轟的 一個對應陷阱 所以那個 我自己是覺得啦 可以去拿來當暈角來去用一下啦 因為那個 畢竟那個 目前角色陷阱的角色 就是 啊 不是 關卡對應那個的角色很少 然後那個 這一隻也是可以去當暈角來用 然後也是這個 轟絕獸神話的角色 所以 啊 換人之的話 換人之在這部分 就可以去那個 頂替到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輔助位置 可能你那個 在刷六代火轟的時候 你的這個 暈角的位置去放一隻 六代水轟 那就會好打很多 那這個也是我目前的一些 看看 一些推測啦 對啊 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還是要等那個 實際那個測試才知道 但是 肯定 比之前 肯定 比現在來的要好 對 好不好 然後他這個啦 其他的話就是攻擊力提升 那攻擊力提升的話 確實啦 那個攻擊力只有 兩萬九千 那個攻擊力不住 的話也是他一個 蠻大的短腿 所以 啊 這邊還是要等他那個 上秀以後之後 給出的人力之 那這邊的話 野獸真的只能去看一下 那個數字啦 好吧 然後這個孔明 孔明的話 強化了這個超反傷害比 對 那個獲得到 獲得到攻擊力的提升 然後這個其他的話就是 回復M 有去強化到回復M 然後再給自己 新增了一個 SS和縮減 那這個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目屬性的一個 輔助角色吧 他的定位真的也是很明確啦 這 跑到現在的話 目屬性的輔助角色 然後 可能 可能你目屬性一些 關卡 或者想要去做個輔助 有去對應的上陷阱的話 都可以去做一個使用 然後那個 友情技的部分 也是可以去做得到一個 蠻不錯的強化 超強貫通 弱點鎖定衝擊波5 那這一點下 那這一招友情技 就是所羅門的威力 所羅門的威力 所以那個 強化了不少 然後這個 SS和縮減 基本上 就是讓他那個 回轉去更快 然後這個弱點全部出現 也是那個 就是連同他的SS 跟機體在裡面的話 就可以給得到一個 蠻不錯的輔助效果 然後那個 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 看Number 看Number 要蠻下面 先講這邊 先講這邊 這邊的話其實 就是 這個是我那個 特別想去補充一下的 五顆金角色 他這一隻 這個道特 就那個 新手 拿來去刷道特 對 然後那個 基本上啦 有去新增了這個回復M啦 然後這個友情技改一改的話 那個拿來去刷道特的時候 那就會更加輕鬆 就沒有那個 那個 就 真的給新手拿來刷 對給你手 我覺得 我是覺得那個 去新增了回復M上去 然後那個 央血量的控制上面 沒有這麼困難 也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啦 然後接下來 那個 就是基姆雷特 基姆雷特那個 這一次吧 看那個 角色機體的設計 有點啊 有點是跑向這個 友情技 對 這個 這個在我看來的話 有點是跑向那個 友情技 木刀的友情技 如果這樣去槍刀的話 嗯 基本上那個 這個 他也是改蠻多的 這個 魔法陣征服 就是換成這個 魔法陣征服M 然後那個下面的話 飛行無屬性內性 然後就是新增了速度模式 那這個要看的話 首先 那個魔法陣征服M 那個 如果你那個 踩到魔法陣的話 你的傷害就是 有去翻到兩倍 然後其他的話 就是這個 富有情技啦 富有情技 這個超絕 貫通導引單8 兩 兩招都是超絕 貫通導引單 這邊看 其實威力也是給的蠻夠的啊 目前那個 超絕這個版本 還是那個 比較主流 然後那個 再去搭配上這個 魔法陣征服M的話 去 那個傷害 去翻個兩倍 那其實就是會給到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效果 給得到一個蠻不錯的傷害吧 因為 他雖說不是炮擊型啦 但是 但是他那個 友情技 他那個友情技 那個再去翻個兩倍的話 就OK的 就OK的 對 但是目前 目前啦 剩下這個被動組合啦 人去打什麼關卡很難說 然後這個速度模式 剛剛忘記講了 速度模式啦 因為 基姆雷特啦 就是 他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549 速度 然後那個再去加這個速度模式的話 那前面 一開始的時間就是會更快 但是 那個 但是 人去那個 就是 人去打的關卡也是偏少了 所以目前還是 我目前對於這個角色的 一個玩法 或者一個態度吧 那還是光王 還是先光王 好吧 然後那個 嗯 唉 接下來就是 應該這一隻角色吧 唉 這一隻角色 也是無刻鏡角色 可以去講一下 這個 也真的是好久之前的超絕 然後 嗯 這個就是 首先 新增了這個反重力護照 運氣 所以 這個也是在跟你說啦 就是你那個 跌倒幾乎以後 就是會有一個超反重力護照 然後這個 左方位 左方位之殺手 也是目前版本的這個殺手 也是會比較煩用 然後最後就是 衝刺M 然後攻擊力提升的部分 那個數值上面 也有去獲得到攻擊力的提升啦 所以目前那個 25000攻吧 只要他不是那個 提升的很少的話 其實都是會有用的 我覺得 他這一次 唉 為什麼我要特別去強調這隻角色了 因為 真的偏少 如果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那個 木屬性 那個反重 跟少雷者L 貫通的組合 那個在目前的角色詞裡面也是偏少啦 對啊 包括我在內啦 包括我在內啦 所以他現在 他現在去補一隻無顆金的角色 或者就是 讓你去運用的話 其實都 我都覺得還OK 也是蠻不錯 對 好吧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 到光屬性 光屬性 這個黃元姬 黃元姬的話其實 唉真的很微妙這個角色 他是有去上修 因為本來啦大家都 準備在看他的瘦身花蓋 結果他現在那個上修了 可能在一段時間以內都看不到他的瘦身花蓋 那基本上他這個角色最大問題就是說 完全沒有人在使用 他原先的 啊 因為這樣說好 他前面四個被動組合都完全沒有人在使用的情況之下 那問題就是說他這一次有去新增了反移轉臂跟雷射護照殺手 那問題就來 到底 新增了這個被動 有沒有用 問題 我起碼啦 我目前在我的一個看來的話還是沒有用 對所以我就會 我就會覺得這隻角色上修就是會有點微妙 然後那個有情記的部分那個上修也是比較普通 就是那個有情記部分的上修啦 也是那個很基礎的就是去追上這個版本 所以那個看起來就沒什麼大不了 然後那個數值攻擊力提升 他本來就攻擊很低 但是那個這邊還真的要看 那時候我就真的想不出什麼東西 想不出什麼那個 什麼什麼那個 什麼可以用的地方 對最起碼我目前想不到 好吧 然後那個 下一隻就是拉 那這一隻吧 這一隻啊 就那個也是換了多少 換了 從這個反擊殺手 從這個反擊殺手 就是換了這個風神皇 然後就是去補那個反潛速幣 然後那個連奇技能的部分就是 就是去新增了這個 靈魂奪取M 然後這個連奇條件 就是那個去補那個 運氣盒之一百以上 那他這個改動嘛 其實在我看來也是比較明顯的啦 他首先那個 他反擊殺手沒有拔掉 我前面我應該沒有講錯吧 還是我講錯 他反擊殺手沒有去拔掉 他反而是新增了這個風神皇 對 所以那個 如果 他這個角色 我目前看來的話 就是去 也是去挑戰那個 超究極 就是那個 真和魯斯 這個沒有集中名字的話 就是這個 對 那個 基本上啦 他那個 靈魂奪取M 可以去幫 那個關卡裡面去控制好那個血量 然後那個殺手的部分 去補了風神皇 那 基本上也是去 1.5x1.5啦 1.5x1.5啦 然後 反擊蘇逼的部分 目前在我看起來的話 就多多少少去補一個 有點那個版本的 就是目前能用的一個對應先贏 所以那個人區 除了這個真和魯斯以外 人區的關卡就有去變多 運氣盒之100就很容易看 因為 運氣盒之100 就是去配這個角色來用 不是不是 我開錯了 對 就是去配這個 五代光空這一隻角色來用 五代光空 基本上你去疊到極緣的話 那個 這個啦 陷阱對應的部分 其實就是很容易 就是 會去跟這個 這個拉來去 配合到一起啦 友情記 這個友情記 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 看起來就是有去 配合上這個版本 也啦 然後SS SS強化 SS強化 SS強化的話 我目前來看 沒有意外的話 還是自強化 因為我還是覺得 不可能會給那個火焰 那個去強化到攻擊力啦 嗯 那這邊的話 SS強化還是先看看 然後這個 五 初代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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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補了超反傷害比 運氣 括號 括號 對 然後這個 其他東西的部分吧 嗯 多了反擊殺手 多了反 反擊殺手是有的 反擊殺手本來是有 沒有 他的之痕都混在一起 很容易看錯 他是多了火力殺手才對 嗯 所以啊 這邊多了兩個東西吧 一個就是 超反傷害比 運氣 第二個就是火力殺手 嗯 基本上那個 他可以去的關卡變多 這個 首先要講一下 對 因為目前啊 這個看起來他的玩法 三個 三個主流陷阱 三個 基礎吧 我應該說基礎就好 三個基礎對應陷阱 然後這個也是 目前那個 米西很喜歡去桌球 桌球的一個點 對啊 所以 看起來的話還OK 然後這個火力殺手 就是前面提到過的 就是 目前殺手的部分 部分 比較翻用的一個東西 所以那個 嗯 這邊看起來就會比較有料 就是整體看起來的話 後續的桌球 或者那個 整體的能力的話 就是會比較有料 那有 友情機也是很 友情機也是很基礎的 就是 去追上版本 去追上版本 但是你要問 這兩招友情機 是不是一個很好用的友情機 也不是 也不是 所以看起來的話 後續的一些特定桌球 可能還有機會 然後這個 光鼠 光鼠星的角色 看起來的話 應該我還有一隻想要講的 啊這個啦 呵呵 重機少女 這個要講 重機少女這個講一下啦 對 因為他這個 首先多了這個反移轉壁 移轉壁 那個 可能一些降臨 比較未來性 然後啊這個 比較重要的 友情機增幅M 然後他附友情機 也是改成這個轉圈圈 嗯 有個賣點 他角色自己本身是拋擊型 然後他那個 友情機增幅M的話 那個 他雖說就是放在 富友情機啦 但是那個 他那個友情機傷害 翻倍的情況之下 那個轉圈圈 也是可以去給到一個 正常的威力 正常的威力 所以我自己 我是個人認為就是說 在反移轉壁的關卡裡面 如果那個想要去做到一個 友情機的速刷的話 那我就看起來 這一招有情機 有機會可以去幫到你 或者就是 會比較好用的一隻運腳 好吧 到最後 到最後就是暗屬性 到最後就是暗屬性的角色 好吧 暗屬性的角色 這邊先講一下 台版 前台版限定 掉牆 掉牆 那掉牆的話 這一次可以 可以說得上是大改 魔法陣增幅 就是會去強化到 魔法陣增幅M 然後這個 也是補 這個主題雷射 就是會換到 這個超主題雷射 然後那個也是補了一個 衝刺M 然後就是那個 XX2的衝刺M 強化到就是 XX2的衝刺M 他就基本上 在我看來 是把所有短腿都補回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他這個 首先他這個 魔法陣增幅M 他去換回去 那個主被動上面去 所以 他這個 有情機的威力 有情機的威力 也是會去 受到這個 魔法陣增幅去影響到 對 這個就是比起 目前那個 一個小小的強化 然後那個 然後 他這個 魔法陣增幅M 就是去提升到 這個攻擊力 然後衝刺M 就是來去提升到 這個速度 所以其實 那個 本來本身那個 超炮機型 那個做得到 就是 去做出來一個 能力的不足 其實那個 這一次強化都有 看得到就是 他的能力上面 去做到一些補足 然後這個 XX2的衝刺M 就是一個 蠻好用 或者就是 跑艦隊 跑偏方 一招比較好用的東西 恩 接下來的話 有情機 有情機 那這一次 有情機那個 這一次真的是大改 他換了一個玩法 我 不得不說 我覺得應該啦 他這個彈幕 散彈槍啦 真的是有一點 那個追不上那個版本啦 所以 我覺得 我是覺得 米西在這邊大改的話 也是蠻正常的 因為畢竟真的 畢竟那個 你要去對位置 然後 對那個位置 以後 也要 對那個位置以後 你還要去對得到弱點 對 所以那個 而且你弱點 還要那個 體外的弱點 不能體累 對 所以那個 整理的發揮就是會變得很尷尬 所以他這一次 就是那個 換成 超絕貫通 晃三彈 一二五 然後再 帶一隻超絕爆炸 這個有個好處就是 他的SS 忽亂偶打 忽亂偶打 就是追觸碰觸的敵人 所以 假如就是 你去用這個SS 12加8個回合 你去練在敵人身上的話 那這招有情技 那個 就可以去對 敵人去貼臉輸出 然後再去 這招前面提到過的 一些 特別的倍率 對 那那個有情技的威力就是 那個 非常高 目前看起來的話 最起碼真的比 目前這個 形態比較有看透 好吧 然後這個 上面 Sakara 我也忘記 應該是印吧 印吧 我也沒有在亂念日文 這邊 這個 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超反傳送 他這邊其實就真的多了一個超反傳送 但是 但是 就是會變到一個比較泛用的散方 所以 我覺得在這一點下來也是可以去期待一下 然後 炮擊型 炮擊型的部分 從這個全方位彈 就是換成這個 月角散方向追蹤型貫通彈 他這個是炮擊型 所以那個 我記得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第一隻吧 因為我記得第一隻是打太喵 第二隻就是毒角獸 那這個就是第三隻有這招有情技的角色 然後也是 就是第一隻有炮擊型這個威力的 所以 這個 有情技的威力的部分 應該會比我想像中會有點看透 然後這個 SX 12加8 把這個 把這個CD去縮短 強化的部分沒有意外 還是 還是那個倍率部分 這個 數值 攻擊力提升 攻擊力提升的話 也是一個 短腿吧 25000攻 他那個 感覺都點到那個速度部分 因為 他去那個攻擊力提升以後 他的人力 的話 應該看上去就是會比較好 最後 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要講的話 欸剩下 剩下 這隻的話就是那個 鄭絲婆 那鄭絲婆 這隻 其實也是比較好搞懂 就是他巨人 他巨人的部分 有去新增到這個 反中力護照 跟反傳送 所以 他這一個 也是跟前面提到過的一樣 他就是去換到這個 比較 三個基礎先進 然後那個 人區的關卡變多 那個 去當的暈角也是 比較翻用 然後這個 有情記 跟上這個版本 他有巨人 巨人 巨人 其實也是一些 數字上面的玩法 所以這個角色看起來 就真的這樣 其他角色其實也是 比較 比較雜啦 所以也是這樣 這邊 這邊那個 巨人速度 調整對象 角色 那 這個 這個 我這不得不說 我 我這個真的 我看了這個表的時候 我 想到 我就馬上 Focus到這一隻角色 我就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必須那個 如果我有去講到最後的話 我 我就那個 要去跟大家講為什麼 他這個 巨人速度 調整 也覺得很可惜啦 這邊看的 這邊看的到巨人速度嗎 因為我的 我的 我的 Cam 我是那個 橋到上面去 如果 如果那個 大家看不到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 那個小小小可惜啦 這邊把畫面 拉下來吧 這邊應該把畫面 拉下來一點 沒關係吧 這個速度就是 之前那個 米系 被那個 被玩家認為就是 全遊戲 最難巨人的角色 最起碼 我自己 認真去巨人了 但是我都巨不了 所以 唉 他這個改掉嘛 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本來講說 因為 他這個拉 也是之前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 為什麼會去 這個東西就是說 叫 新手 新手 如果就是 要去練習 這個巨人的話 那那個 拿這隻角色 來去練習 就非常方便 因為基本上 你都拿這隻角色 可以去巨人的情況之下 你用到 一般的角色 都不會去出爆了 所以 這個 唉 真的太可惜了 不得不送 唉好吧 然後這個 感想 感想的部分 那個 那個 剩下要講的部分 就甩到這邊去了 然後那個 接下來就去講解一下 那個感想 那感想的話 他這一次強化了 也是會蠻看得到的一個點 就是說 他是比較跑向 三個主要陷阱 跟一些 首先是三個主要陷阱吧 我看得到的話 第二個就是一些 比較人蠻對應陷阱 角色上面的補足 對 就是一些 真的是很偏門的 真的是很偏門的 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 回頭天啊 或者 回頭天 或者就是 性魂 性魂 性魂就是那個 少雷者跟 合魂 沒有差點就記錯名字 對 因為那個 一些比較小用的角色 很容易去記錯名字啦 對啊 他就是那個 少雷者跟反移轉兵嘛 所以這些都是 比較 稀有 或者不常見的一個陷阱 然後他這一次也是很明顯的 有去 做到這種角色 然後那個 最後的話 最後的話 應該我自己來講 啊就是 遺轉兵 那這一次 我看得到 那個在補角的部分 有去特別去針對到 雖說數量不多啦 但是他也是有去多多少少去頂一些遺轉兵過去 或者就是在一些 四星的角色 所以那個 後續的關卡 其實 在下半年或者未來的幾個月吧 可能 就會跑向這個遺轉兵 也說不定 因為畢竟嘛 米希都很 他都很少去做那個 強化啦 他現在 他現在那個 總感覺 那個突然做起來的話 就那個 不會 就那個不會有好事去發生啦 好吧 那基本上 基本上啦 基本上那個 基本上這一次的影片吧 那就到這邊差不多 然後那個 嗯 講解了很久了 所以基本上 我就把它當成一個百科傳輸 然後就是 慢慢的聽我講講吧 好吧 那就 那個影片的部分 那就到這邊差不多 然後那個 如果我 如果那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跟按個訂閱 好吧 那影片的部分 那就到這邊咯 掰掰 掰掰